比特币价格如过山车 去年12月创下约2万美元高位 然后暴跌约70% 但疯狂价格的背后 不少人忽略了比特币交易 其实是一项高耗电量的行为 根据DJ Conamis的最新加密货币能源消耗指数来计算 全球挖矿每年消耗高达485亿度电 相当于全球总耗电量的0.2% 挖矿用电量惊人 原因是矿工必须用电脑解答一连串复杂的数学难题 完成后可获一定数量的比特币 由于比特币数量上限只有2100万块 随着越来越多人挖矿 为保持系统稳定 题目会变得更难 矿工必须使用更强大的电脑才能成功解题 消耗的电量便愈多 若比特币能源消耗以目前每月增加30%的速度增长 预计即至2020年1月 用电量便会超过22,300兆瓦 超越目前全球的总用电量 与此同时 美国新泽西电力公司Elite Fixtures 近期发布了挖矿电力成本调查报告 报告称 全球114个国家中 挖得一枚加密货币的平均成本 韩国最贵要26,170美元 而委内瑞拉最便宜只要531美元 在美国 爱德华州和华盛顿州最便宜需3,224美元 而夏威夷则最贵至少要花9,483美元 新唐记者曹景者欲为综合报道 新唐记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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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唐记者